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独行侠上半季剪评 那么只说错了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不知不觉NBA2这三赛季的上半季 就这么打完了 独行侠真的是一只非常有意思的球队 因为他们常规赛中有时候打赢了 被许多球迷所认定的夺冠热门球队 但有时候却输给了一些重建球队 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我个人的看法和卢卡断取身边的角色球员 有着极大的关系 鲁卡断取本季的好表现 也使得独行侠目前是有着23胜19负的战绩 目前排名西区第四 其实独行侠本季还没有开打前 确实很多球迷有在担心离开了的 Jalen Brunson这个战力缺失 有谁能够补上 并且最终独行侠说没有找到替代品 也完全不意过 而且独行侠本季还以数多营销的9胜 失败开始新的一个赛季 确实开季那段时间 相信不是有很多球迷会看好本季的 独行侠会教出多好的表现 为竞争球队的行列之中 所以本期影片就想着和大家聊一下 独行侠上半季的一些重点在哪里 基本上可分为5点 那么聊独行侠是没有可能不提到 Luka Doncic的 本季的Luka Doncic 如果要一句话形容 那就是没有办法限制他 今年仅有24岁的他 已经入选了三次全明星和三次年度最佳阵容一阵 本季打出生涯代表年的他 在场卷能送出34.2分8.9篮板8.7助攻 兼具产量和效率的50.1%投篮命中率 和35.4%的三分命中率 本季除了非常有机会持续入选全明星和年度最佳阵容 同时他也是年度MVP的热门人选之一 当然比赛中 我们也是有发现不同的球队都有在尝试不同的策略 去限制他 但他依旧是可以角出非常好的表现 甚至还创下了联盟第一个60加20的大三元 此外本季鲁卡丹西也有8场比赛是单场得分超过40分 28场比赛是单场得分超过30的 所以独行一下上半季的重点之一 绝对是鲁卡丹西疯狂的表现 而下半季他是否能保持这样火烫的表现 甚至赢下年度MVP的肯定 这个是球运们可以继续观察的地方 那么独行一下上半季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Christian Wood与球队的成功融合 其实那时候独行一下教育来Christian Wood 对这笔教育案的看法是很两极化的 有些认为Christian Wood 仅仅是因为在重建球队 有球权 所以才能交出这么好的表现 另外就是防守能力 尤其还是一只Jason Kidd 一个侧中防守的总教练所带领的球队 至于还有一些就是自己他的能力 和如何将自己融入进一只要赢球的球队 但达到现在 Christian Wood可以说是回应了所有的质疑 开机的时候虽然是从板灯出发 但他近12场比赛都是以首发登场 上场时间有增加 残量更是提升至不同的水平 来到独行一下 目前上场时间28.2分钟 能有18分8.1篮板外加1.2分改 投篮命中率54.1% 三分命中率39.7% 更重要的是 Christian Wood和卢卡断曲的搭配是非常流场的 尤其挡猜 Christian Wood由于具备投射能力 所以相比传统中风是有更多的得分选择 防守端其实Christian Wood的表现算是合格 明显已经接受并且可以承担球队所给予的角色 并且场上攻防两端的拼劲十足 然而独行一下和Christian Wood不得不决定是否要继续延长合约 目前Christian Wood是处在合约中的最后一年 但他显然符合球队所需要的战力 所以是否能谈成一笔长期合约 或许这个是下半季可以持续观察的地方 至少目前来说 Christian Wood确实在本季给独行一下带来了不少的帮助 那么上半季的第三个组织 重点就是独行侠队外线的依赖程度 独行侠在上半季是有赢过像是灰熊队 绝晶 狼网和醍醐这种所谓的竞争球队 这些球队是西区前三和东西第二的球队 但独行侠突然也有输给像是火箭 火塞 魔术 猛龙和雷霆这种所谓的重建球队 这四支球队都是联盟战绩到处前十的球队 而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大的原因无非就是对于三分球的依赖度 独行侠场卷投出40.9颗三分球 是联盟排名第三的球队 但最终能命中的仅有35.7% 是联盟排名第16的球队 当独行侠外线有手感的时候 要打赢任何球队都不是问题 但一旦三分是准 赢球的几率不会太高就是了 目前独行侠的进攻节奏是全联盟最慢的97.4 而且两分球得分是全联盟最少的 而且要注意的是 独行侠全队仅有卢卡断奇 一人是能够稳定给自己创造中距离 甚至进去的得分 也就造成独行侠整支球队 非常依赖外线投篮准度 而且独行侠之随会这么难打 最主要还是因为正宗的卢卡断奇 这非常会制造空档给队友 但问题是他们又是否能够转换成得分呢 所以独行侠至少短期内 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都会一直保持 这一点是独行侠季后赛能走多远的关键 那么独行侠上半季的第四个重点 就是急需给卢卡断奇少来补强战力 毫无疑问 卢卡断奇是独行侠进攻端的绝对核心 使用率已经是连续两个赛季联盟中最高的 并且本季还创下了生涯新高的38.4% 同时卢卡断奇也在本季长军上场时间 是有高达37.1分钟 换句话说 独行侠要想赢球真的完全是靠卢卡断奇 因此独行侠如果真的想冲击总冠军 给卢卡断奇找来帮手 甚至第二名球星是上半季观察下来迫切所需要的 但是这一点要想在交易大线前完成吗 我自己是觉得很难啦 首先就是目前2023年的首轮签 是在Christophe Zinkis的交易案中给了尼克队 反观是本季休赛期甚至以后 独行侠将会在谈判中有更多的筹码去谈交易 透过引进第二名球星将球队提升值更高的高度 但交易大线前 独行侠应该还是会有些小秀小补的动作 当然除非就有那种大咖球星 独行侠或许有可能会把握机会 直接加入到争夺战 否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那么假设没有办法引进第二名球星 那么透过独行侠上半季的观察 至少确定是还要多一个持球点去组织进攻 本季Luka Doncic一共仅休息了4场 这4场独行侠都输球了 而Spenser D. Windy 本季缺席了一场 那一场也是输球了 在释出了Kemba Walker以后 独行侠正宗仅剩2名Playmaker 这也是交易大线前 独行侠最需要补强的部分 独行侠上个赛季在西区总决赛场上 总是保持着2名持球点 即Jalen Bronson和Luka Doncic 而Spenser D. Windy是交易大线当天交易换来的 作为球队第6人使用 而Jason Kidd也很好地平衡了 这3名球员的时间 保证场上都会一直有2名持球点 而Jalen Bronson和SSU赛期的离开 使得独行侠一直都处于少了个持球点的处境 并且目前来说 是完全没有找到替代方案 Kampazzo原本预计是可以的 但最终效果不理想在11月就被裁掉了 然后就是最近才刚刚签下来的Kemba Walker 但在9场比赛以后就将其死出 所以独行侠是否能够在交易大线前 找来多一个持球点来组织进攻 很明显球队管理层肯定会努力 但最终是否能够换到 也是球迷接下来可以观察的地方 随着本季已经打了超过一半的赛程 独行侠最终能跑到吸取多高的排名 是否能避开打附加赛 这些都会是下半季独行侠这一支球队 最大的看点 好的那么关于独行侠上半季减评 所整理的资料就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独行侠上半季 还有展现出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吗 大家觉得独行侠本季能走多远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讯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也不妨点一下 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